我们自己在这里面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出来 现在实在没有钱了 现在实在没有钱了 然后我们找人家装修 装修也没有钱给人家 然后我们现在 然后贷款的日期也又到了 房贷的日期 贷款装修贷的日期都要到了 现在生活费也没有 然后我女儿又开修了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就在家里面带小癌 没有钱就扣了我一个人 他们公司现在也没有发工资 真的太难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所以真的 大家以后不管再穷 再穷你们千万千万 真的不要去做这种贷款了 真的 坑死人了 就是坑我们这种普通人 你越是穷 他越是要坑你 真的 我真的 我现在我就是有着想着 我就想着带我几个小孩 真的我想着一起带的小孩 去跳楼算了 真的 感觉生活没有希望了 没有什么 活下去的勇气了 我觉得 电子带家带小孩 自己也不能做什么 我老公 就靠着一个人一个月 在上海 就那么点工资 真的太后悔了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我才能去把那个钱给要过来 家人们你们说 我要 我要怎么 怎么做 去找人家那个贷款公司 怎么样 才能让他把钱给我呢 几万块钱呢 四万多块钱 对于 对于我们来说 真的就是 我们的救命稻草 太难了 三十八岁 一亩左右 我妈妈说 后悔追上了我 这段时间 真的太难了 就会有下辈子 不来的 我老公被抓了 我带了我孩子回家家 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昨天我跟我妈妈吵架了 其一呢 是我妈妈觉得 我姑姑婆婆 应该出儿子幼儿园费 让我去给他们饶 我姑姑不是得了癌症吗 他们每个月 花了个花多少钱 我是知道的 而且他们两个还要生活 所以我感觉 他们应该是真的 拿不出钱 然后就跟我妈说 我就觉得 他们可能是真的没有钱 然后我妈妈一下就火了 这声音特别大 就说 他们两个一个月 好几天的退休金 从哪里省不出的 三四百块钱 还说 我就是太老实 太窝荡了 被他们欺慕成乱咬 还听他们说话 其几位都说了 你就应该 跟你姑姑婆婆住一块 让他们管孩子 然后我就说 别人不知道 我为什么 不要跟姑姑婆住一起 我说有情可缘 我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 我们三观不合 住在一起 包装太多了 我现在事情这么差 可能住不了几天 就得抑郁症了 我当时也特别生气 我手里最好有一颗葱 然后我就把那颗葱 世界都给地上了 然后我妈妈看 我这种东西也火了 然后就跟我说 你最对不起的 就是我和你爸爸 都四十的人了 还接下来看我和你爸爸 我就是到死 也想不让你一点腹 我不知道上辈子 造了啥年 然后再说一下了你 听我妈什么说 我哭得稀里哗了 我不知道大家 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被自己的亲生父母 嫌弃 那种伤心和觉 真的是和被别的嫌弃非要 我知道我妈妈 可能是一时的气化 但我就是特别的伤心 我知道在我老公 这件事上我也有错 但我感觉 主要对得不在我 但现在姑姑婆婆抱怨我不借钱 把他们的儿子保释出来 爸爸怨我 为了那么一个人 被医生战 然后我都跟谁抱怨的 我跟我姑姑婆婆 我姑姑身体就那样了 我跟我父母 我这辈子最对不起的就是他们了 我跟我孩子 他们那么小 他和情无辜 因为我老公在里面 所以我就必须承受受得执着 还不可以向任何人抱怨 可能就是记得了太多了 昨天我就忍不住给我玩吵架了 其实我也在努力 我每天偷电力 面试 拍视频 照顾孩子 做家务 为了将来做打算 还要抽空学习心理学和英语 从早上五点半清爽 到晚上十二点睡觉 我真的没有闲着 那什么事 这都不是一出而就的 这都需要时间 好了不说了 既然不敢离开这个世界 还得好好活着 其实这个人世杰对我来说真的太酷了 如果有下笔子 不想过来了 他就不想再来了 今天早上 我刚刚送走了一位年仅38岁的好姐妹 一个单亲妈妈 比一晚里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情景 她的母亲付得私心裂肺 她走得实在是太不值了 她才38岁 是一个很要强的人 她是我曾经一起做生意的好姐妹 同时也是我的好闺蜜 这三年多的疫情 导致她的生意不能进行 就在今天年初 她的公司宣布了倒闭 除了欠银行的贷款 还有大额的信卡之外 还欠了320万 各种银行的催款 还有私人电话 不断地打进来要战 甚至被银行起诉 就在大前天 因为开庭 白素 法院判决要拍卖她的别墅 可这是她唯一剩下的一个家产 拍卖别墅 她和她的家人将无家可归 这下让她彻底失去了 活下去的信心 绝望 于是她从19楼 以悦而下 结束了她年仅38岁的生命 我知道负债的压力 让她彻底扛不住了 所以 差点选择了走向死亡的绝路 可是你想过吗 你是轻松的走了 可是你最爱的最疼的儿子 还有年败的父母怎么办 以后谁对他们负责 就算你现在欠了几百万 你也应该理所当然的去承受 去面对 去努力 可是我没想到 你这么脆弱 竟然选择了逃避 选择了死亡 还记得六年前 因为金融危机那次吗 我的电磁间断裂 面对着关闭 你是怎么安慰我的 我记得你跟我说 失败并不可怕 败了咱们就从头再来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上 我认真地听了你的话 从死亡的阴影中走了出来 没想到 就是你却扛不住 走向了绝望 你这一走了之 你的儿子 叔叔阿姨可怎么活呀 谁都会遇到困难的时候 就算你现在还不起外债 你也可以再找个新的工作 就凭你的能力 随便找个工作 都是跃行过万的 你以为你这么一跳 就能够还清所有的债务 你就是把你儿子爸妈推向了深渊 你给他们的心灵 留下了一辈子的创伤 不管你负债多少 债主都不会要了你的命的 你应该把这些压力变成动力 去努力 去改变 从头再来 我真的不知道该输什么 负债人 再难 再也要坚持 又一个哥们倒下了 一个哥们从去年开始接触网赌的 到今年一年时间 然后目前的情况是 亲戚朋友欠了很多钱 还有网贷 欠了一大堆 每个月光还贷款 都要还一万多 现在手里一份钱没有 生活费都是家里接击 每天都会有催修电话 因为网贷的太多了 也不敢接 但是到现在 他还是接不了 每天想着老本 挺可怜的一个兄弟 走的路和大多数老哥 走的路都差不多 从最开始接触网赌 是为了赌而赌 为了赢钱而赌 赌到后来呢 为了还债而赌 然后再到后来呢 发现债也还不了 越赌 欠的债越多 恶性就还了 还戒不掉 如果你能理智的想一想 你会明白一个道理 确实劳不回来 如果能劳回来的话 你不至于玩了一年 都没有劳回来 你一直在捞的路上 但是结果是 你越捞 你欠的空了越大 为什么呢 这是 是你技术不好吗 是你太冲动了 是你不会见好就收 都不是 就是这个赌博 他有后台 你以为只有你自己 想往回捞这个钱 除了你想往回捞 平台也希望你往回捞 只有你一直有想捞的 一个念想 平台才能一直在你身上 看到利益 你不捞你怎么会充值呢 你不充值平台怎么杀你呢 所以说捞吧 你越捞平台越挣钱 到什么时候你不想捞了 输的就是输了 你认了到这个时候 你才算真正的 借赌成功了 你算真正的走出来了 只要你心里有小唠的念头 你永远都走不出来 你的现状会越来越惨